死刑对于这样一个判决现在引发了一些争议 这在新北市这位许姓嫌犯 他三年前被同居女友的18岁女儿指控说 在五年内性侵他517次 而这许姓嫌犯事后呢还用钢线勒死了这名少女 甚至故步一阵弄成自杀 一二审的时候他是被一杀人罪嫌判死刑 但是现在庚一审居然改判无期徒刑免死 少女的父亲得知这消息非常气愤 就是他涉嫌性侵少女517次 还狠心将被害了勒毙 经过司法判决后却躲过死劫 让家属无法接受 这种判决我真的是不能够接受 那这种人难道他不该被判死刑吗 那为什么法官你还要给他机会 时间回到三年前 许姓男子不满自己长期性侵少女的事被揭发 趁着少女独自在家时 破门进入少女房间将他勒毙 九天后许姓男子遭待 高院二审判决他死刑 但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 却改判男子无期徒刑 既然当他是亲生女一样在照顾 那你居然还那么狠心去性侵去杀害他 而且他也不是粗犯 他是雷犯 他应该要加重刑责才对 少女的身份很痛心 没想到经过揉成的司法判决 还是让凶手逃过死劫 那么 наж点准呢